今天我們講一些比較深的東西 我們繼續講一些深的東西 我記得讀中安的時候 我很難理解什麼叫Imaginating number 開方負一 其實在世界上我們找不找到一件東西 我們可以觸摸到我們可以看到開方負一的 這個我也很想問 我自己都一直 有幾樣東西我是很想去用直觀感知的 世界上有沒有一件東西 有沒有一件物體 是你要轉兩個圈之後才能夠重複自己的樣子 我們拿起時代一件物體 基本上你轉360度 轉一個圈 你就會見回自己原本的樣子 原來在梁子世界有些東西 你要轉兩個圈才能重複自己的樣子 這件事我現實上還沒接觸到 另一件事現實上很想接觸 接觸不到的 就是台長你所說的 虛數 就是開方負一這件事 是不是真的呢 數我們會計算的 我們又可以用它 作為一種數學的tricks來幫我們計算一些東西 就是我記得以前讀大學的時候 我副修數學 我很喜歡的那些 就是那些 basic complex analysis 就是用虛數幫你解很多方程式 有很多方程式你自己解是沒得解的 但是當你引入虛數的概念 它有很多tricks 很多forms幫你去解的 我很喜歡的 計算一些叫什麼圍道積分 那些什麼 我覺得很正的 就是令到你就好像 哇 關了一個新的武林秘笈 來解別人能夠參透到另一個世界的東西 就將它帶回現實世界幫你解 我覺得真是好了不起的 但是一個問題就是這個東西是一個數學手段 還是一個跟現實直觀世界有關的東西呢 其實我們可以藉著在這一節裡跟大家講一下 但是問題就是你首先要講講Imagine number這件事 在譬如我們去計算一些數的時候 提供了一些什麼這麼巨大的方便 方便到我們在中學中三的時候 我們已經開始要學這件事呢? 暫時我看到很多這些方便 都是跟我自己主修的物理學有關的 就是它幫我們了解這個物質世界 原來這個Imagine number是有意義的 就是我們譬如一般人來講 怎麼接觸到Imagine number 開方負一 大家不知道還記不記得 在你中二還是中三的時候 學解那些叫quadratic equation 一元二次方程式 有時就會有兩個real root 有兩個實的解 有時就只會有一個repeated root 只有一個解 但是那個解基本上就是兩個 黏在一起 但是有時基本上那條方程是沒有解的 沒有解是說沒有實數的解 但是可以有虛數的解 就是理論上那些所有的一元二次方程式的解 你也可以用那個叫做 x 等於負B正負開方B 二次方減4ac over 2a 這條這樣的式來計算出來 不過有時在那個開方B square減4ac那個位置 有時會出現一個開方負數的 如果你出現開方負數的時候 你就第一次會看到有些叫虛數解 那這些虛數解有沒有現實意義的呢? 那這個一直在數學堂是不會告訴他 因為數學堂是不需要care現實意義的 ok? 但是呢 就很多時候是說有沒有物理意義呢? 如果說現實意義 如果數學能夠作為描述這個物理世界 一個很好的工具的話 會不會有一些我們看到的現實上的物體運動現象 原來就是一個由虛數給出來的結果呢? 原來是有的 那這個又要回到我自己去到高中和大學 一年班學的那些基礎力學的那些東西 譬如一個鐘擺 擺下擺下擺下 ok? 它擺動的時候呢 你可以用一個sign 或者cos function 來去表示它那個擺動 ok? 但是有一些的 就是通常這些擺動在一個現實世界裡面 它會受到阻力的 受到空氣的阻力 或者周圍的一些摩擦 它的擺動的幅度是越來越小的 就是這個擺動本身它是一個受到壓抑 受到阻礙的一個擺動 隨著它遇到的摩擦力越大 它可能擺得越少下數 就已經是回到原位不動的了 那原來呢 你要完全全了解那個擺動的 擺動的幅度 還有它那個頻率 還有它那個慢慢擺動幅度 隨著時間衰減的那個變化呢 是可以完全全用回牛頓來學 加上我們複數的概念來理解的 就是你如果引入那個阻力 或者是摩擦越大的時候呢 它的衰減就會越快 那你會對應到呢 你會看到有一些的項 就會由在那個方程運算的時候 有一些複數的項就會比預期強大 從而令到你整個擺動的幅度 就出現一個跟隨時間衰減的因素就會引進來 那這個就是你真的要計個盤數 你就會看到那些東西 那這個我就會說了 如果在一個這樣的鐘擺系統裡面 很多時候肋外的這些複數就可以 更加多幫我們描述一些 是會有摩擦消耗的這些系統 就會多了一些這樣的複數的項 來去了解這個系統運動 這個是其中之一 但是都不是很精確的 因為如果要很精確的 就要整條顏色寫出來的 是啊 但是為什麼我今天看 我傳給這篇文 它裡面提到2021年 到2022年 就是在維亞納的大學 就是維亞納那邊的大學 和中國的華南科技大學 是聯手去做一個關於這個量子力學的研究 而是沒有了 除去了這個虛數 而達至一個不能 不完整的 這個描述自然的一個這樣的結論呢? 就是說 如果你沒有了這個所謂的虛數的時候 其實你不能夠完整地去描述一個 量子力學的現象 那他們那個中國和奧地利合作的研究 我沒有很仔細去看 但是如果只是中國和奧地利的研究 又要講到虛數 第一件事 量子糾纏 一定多多少少和這些有關的 我們以前有提過的 大陸很出名的一位 就是量子力學的專家 潘建偉教授 他們有搞這些 但是具體上是哪一個項目 我不知道 但是量子力學的其中一個就是 極需要引入大量複數 就是這些Emerging number 的一門學問來的 很簡單 量子力學裡面一個最重要的 那條叫做涉丁格方程 Schollinger's Equation 就是你會找到那個方程裡面 一邊就有一條等式的 等式的一邊就有個叫做動能的項 再加上一個位能的項 就等於什麼呢? 就等於一個叫I H bar 以及一個隨著波函數隨時間變化的項 就是這些聽不到頭無水 但是呢 如果譬如台掌搜到那條色的時候 你儘管就是看著這條色的 現在你這條就有另外一個名字 叫做Time-independent-solinger's Equation 我們找了一個叫Time-dependent-solinger's Equation 不好意思 你會把很多這些叫做出來 你會直接看到那個方程上面有個I字在用的 就是那個等式裡面一些很現實的東西 這些這樣的波函數 這個波函數自己本身都是一個可以帶幅數的一個函數來的 而這個波函數它的絕對值 就是一個就等於那個系統 那個狀態 那些機率 就代表著那個機率 那個機率本身的開方 又不能說直接開方 總之就是它原本的波函數 原本的波函數本身就是一個可以有幅數組合的東西 就是很奇怪 就是我們去描述一個量子系統裡面的波函數 我們不是直接可以用一個很現實感知到的概率 這個概念來代表它 我們要討論這個概率以下 裡面一個更加高層次的抽象概念 那個叫波函數 波函數是什麼呢 我說不了給你聽 但是我只要告訴你 波函數你將它拿回它 考慮它那個虛數部分的絕對值 出來的絕對值的二次方 最後出來就是那個的機率 為什麼那個機率是由一個這樣的幅數生成的 我答不出的 但是我發覺你如果肯follow這一套的數學 去計劃 出來的東西的預測是很對的 據我所知 其實量子力學裡面計的數 大家是不會理解為什麼是這樣的 尤其是很多東西就是 你看到那個波函數出來是一個複數的函數 有real的部分 有imaginary的部分 譬如出來的數是4加3i這樣 你就不要不理那3i 你就一定要4和那個4加3i都要考慮在一起 接著你考慮它的機率的時候 你就要4加3i乘上4減3i乘出來的那塊數 就是你的那個機率 要是這樣的想法 究竟那個4是否只是那4代表現實世界 不是的 原來後面那個加和減3i 那個和i有關的那塊數 或者那個銜數 都是會能夠返回到現實世界那裡 從那個機率那裡反映出來的 就是如果他們那幫研究學者 就是他們可以找到一個實驗的機制 很清楚來去看到就是說 如果我肯定撤走了那個虛數的部分 只是你的虛數的部分 能不能夠去完整地描述 整個物理 整個量子系統 就發覺失敗了 你一定需要有複數這件事 我們才能夠全面地了解這個量子世界 或者打個比喻 我們鐘擺的運動 左右左右扔 如果我們不引入一個 那些複數和虛數的部分這個概念 我們沒有辦法去完整地用 矛盾力學理解它為什麼會衰減衰變 就是一路去越擺越少 在受到阻力影響的情況之下 它越擺越少 我們沒有辦法用一套理論去理解到 所以我就會說 無論在這個經典世界裏面 或者是在量子世界裏面 甚至在電子學的世界裏面 就是放電現象 怎樣充電放電 你會發覺原來一直都不開到 這個複數的概念在那裡 但我奇怪的就是當初 譬如Solinger或者這些物理學家 他們為什麼會計劃一下 會拿到一個現實上沒有的一個數字 那些物理學家 要什麼東西放進去呢? 這個呢 你問很多毒物理的那些本科生也好 甚至教授也好 給不到一個令人滿意的答案 我們知道海上的波浪會遵從一個叫Wave Equation 波浪的銜數 那個波浪的銜數就有空間的二階微分 還有時間 二階微分 另外呢 有一些我們一滴墨水 在一個清水裡怎麼擴散 或者一些煙霧怎麼擴散 或者一些熱量怎麼去傳導擴散出去 我們有一個叫熱傳導公式 Heat Equation 或者叫Diffusion Equation 那它又會遵從 那基本上無論這些Wave Equation Heat Equation 它都是 只是牽涉到real number 你就可以理解到的了 一個現實實的銜數 等於另外一個實的real function 這樣就可以了 但是偏偏去到量子世界的時候 我們組不了 Shorting 其中一個人就想 哇 我組多少組不了 我觀測的這些東西 我最後和那條等式我寫了出來 我試運很多條等式都組不了一個等式 是令到出來我可以給一個合理的預測 試都沒得試了 有些挨的就拿來試了 這些我不知道它有沒有現實意義都拿來試 又試到了 試到了 試到了之後還發覺一路試的它都是對的 試了幾十年 甚至乎去到 我們的概念一直擴展到去研究量子糾纏現象 研究它那些叫什麼Bell's Nequality 就是那個中國和奧地利合作研究項目 去驗證的其中一個物理系統 發覺就是一路我們量子都離不開這個 要牽涉到complex number 或者immarginary number 這些這樣的等式 我們一路不能夠 rule out 它 所以我們會不會說其實這才是真理 這套熟學包合事件 這個很奇妙 就是說宇宙的本體可能是一堆 是一些數字 但是整個過程 如果你走去看 歷史看 裝作都是撞錯的 其實不是說是一個很完整的一個Vision 或者一個Picture去引導的 只不過就是做這個不行 那個不行 隨便找個試一試吧 結果這個狀態也可以 是不是這樣的過程呢 其實是的 就算牛頓那些F等於MA那些 都是一個這樣的過程 不過牛頓就是它可以重新用我們一些直觀的物理量 來重新定義那些東西 令到這件事合乎定義 合乎直觀 合乎邏輯 重新建構了這套語言 但是我們習慣了用這套黎敦尼克的語言 再解釋它這個臨時世界的時候 它就弄了 有些東西就是我們在直觀上很容易定義到的東西 我們不能夠定義到一些很直觀的東西 幫助理解為什麼是這條式 我記得我以前在中文大學 我老師他講過的 他就說這個梁子力學的這條涉丁甲方程 Shorlinger's equation 就不能夠prove出來的 就算Shorlinger是自己motivate出來的 講得難聽一點 他自己有足夠的聰明智慧 自己撞彩 找到這條這樣的式出來 而這條式是很厲害的 是的 是的 這個真的是挖時代 我覺得看到這條貢獻性 我是很開心的 就是可能我們將來做一件事 我們將這條方程式印在T恤上面 其實是這樣的 我們已經講到什麼量子場論的那些東西 其實都是由這條式一路去將那個量子理論 去擴展出去 給出來的東西 所以你說如果印 要印一條更厲害的了 不如印一條 印一條更厲害的了 我們印過了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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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這也反映到就是說 如果你要接受世界上 這些量子現象是你們現實世界真實看到的一部分的話 你就不得不去接受就是說 這個世界是需要有一套牽涉到複數和虛數的這套數學 來去幫助我們去用數學去描述世界 那就是原來我們這個世界 不可以只是用實數去瞭解 是一定要用到虛數這些 牽涉到開方負一的這些東西 超乎了我們這個感知想像的東西來去了解 但是最大的問題就是 到現在其實沒有人說到這個聲音 什麼叫做開方負一的 一同意你不如告訴我聽什麼 其他view number 實送 你都告訴我 但是開方負一是什麼 沒人說到這個聲音 是啊 你可以舉一個現實例子來 你會說原來這件事就叫開方負一 我真的舉不了 是啊 我們今天講的東西都很深 那觀眾可以反映一下 是不是有些真是很深呢? 是啊 就是這樣講 我們其實最能夠決定的內容 就是過去一個禮拜正在發生的事情 我們有很多東西真是新鮮滾熱去找出來的 所以才叫科學新資 但是在中間這段期間 收到觀眾去很落實支持之餘 也都是真的收到一些訊息 有一些意見 說會不會又可以說一下其他東西 那我們積極考慮當中 尤其是得到大家支持 那我自己 我不compromise時間多久 但是我和台長都會積極想一下 會不會有一些其他新的元素可以加入 甚至有新的環節在我們的頻道那裡 講一下故事啊 一些可能是舊的 但是有趣的東西 跟科學有關啊 就是向這些方向去想 或者大家有提議的 儘管可以都提出了 我有提議 你說一下這個Richard Feynman的個人歷史 這個大家是說的 他整本書我都看了兩次了 是嗎? 是的 這些絕對可以慢慢說的 有時候我們看過一些書 或者可能純粹是一個題目 我們只能夠水過壓 只有15分鐘說 不能慢慢說的 我們可以一直去 不只是講科學新聞 可以一個比較全方位 大家去講科學 那就豐富一些了 好的 那麼慢慢大家參詳一下 或者多給一些意見 陳志文博士 我們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